響應政策 新北市府攜手台北聯大系統 成立輕推淨林影響力平台 兩方簽署MOU 將潛移默化的帶領新北市走向淨林 推動碳排到淨林的這個路徑圖 或是所有的行動策略方案 一定要讓民眾很容易接受 不僅要軟著陸 更要化之於無形 淨林落實在日常生活的作為上面 就是室轉團的最終目標 新北市與台北聯合大學系統合作 是邁向淨林轉型的里程碑 市府將整合現有資源 同時引入學術研究集結產官學研 推廣解決方案 培育人才 希望透過我們工部門的力量 很多民間資源進來 不管是學界 我們的專家 或是我們的產業界的代表 讓我們2050淨林碳排實現 平台將協助新北市多元產業的需求 導入低碳商業模式 加速企業淨林轉型 而公司部門對人才的需求 市府也開設課程 從個人企業到社會建立健全的 低碳支持體系 記者中不倒 市場民眾搶著買蛋 雞蛋價格崩跌 台中上升市場出現一斤26元價格 相較六月份還要四十元一斤 大砍了十四元 民眾超興奮 大呼簡直是實現吃蛋自由 現在就先燒到零售有多少啦 多減啦 多減都會有 還有園林縣一家早餐店 開業正好碰上蛋黃 原本加蛋十五元 近期成本下跌 喊出加蛋免費 不限期 不限量 而根據蛋商工會最新行情 雞蛋產地價二十四點五元 降至二十一點五元 批發價也從三十四元 降到三十一元 這個價格更是與二零零七年同期價格相當 有降啊 三分之一大概有吧 因為降越多越好啊 我們就比較省錢啊 現在便宜就多吃一點 以現在的物價來說 有降已經不錯了 實際比較價格走勢 今年三月底還停留在 產地價三十九點五元 批發價四十六元 到了七月底剩下產地價二十八點五元 批發價三十八元 一直到十月產地價二十四點五元 批發價三十一元 不過市面上零售價格 四大超商OK殺到七十元時刻 其餘維持九十九到一百元 至於全聯則是四十二元時刻 跌幅都比想像少 甚至還有店家 一樣是夾蛋加二十元 我會蠻建議政府有一個 公開透明的建議售價 不管是青菜 蔬菜 水果 肉類 產地是多少 民眾是多少 因為價格透明嘛 只有市場雞蛋價格 有殺到二十五或三十元一斤 不過雞蛋價格有高有低 也沒人管 恐怕民眾也買得不安心 藉由節目中與順行完天台北台中 採訪報導 生日片切的厚食飽滿 知名古蹟餐廳 以台菜日料為賣點 還擁有別緻的裝潢 民眾卻在一盤青菜裡吃到 一小塊玻璃 當時而王小姐跟家人二十一號 去到位在台北市中正區 南昌路一段的知名古蹟餐廳用餐 點了一桌菜 六菜一湯 裡面包含了豆干肉絲 鳳梨蝦球 菠菜 沒想到吃著吃著 卻吃到將近一公分的玻璃 怎麼會在一個大餐廳 菜裡面出現玻璃 這不是蟑螂 這是玻璃 真的很可怕 網友驚嚇表示 還以為是冰糖 這吞下去還得了 吃到玻璃真的很扯 換作是我 絕對不會去第二次 如果有人夾著那個白飯 吃到肚子裡面 哇 這個不只是舌頭破了 流血了 食道啦 胃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後續 到底會有發生什麼事情 有百年歷史的古蹟 八年以來轉型成文藝場所 繼續經營餐廳 首次出現這樣的情況 昨天的這個顧客 其實我們昨天也緊急 跟他們道歉 當天我們就免單 我們昨天晚上 就已經緊急要懲罰這些 因為我們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店家表示 相關人員記錄一次 並扣績效獎金20分 而該間店也停業三天 衛生局在22號下午前往稽查 怎麼也沒想到 去吃個飯換來一聲驚嚇 雖然店家免單處理 展現權益 不過民眾吃到玻璃 難免驚魂未定 就怕吃下多的美食 成了奪命武器 這有黃玉璇 各位宣傳台北采放報導 好的主播 各位觀眾 在台鐵新左營站 可以看到 左右兩部電梯同時都在運作 左邊的電梯門打開了 裡面的客人可以進進出出 但是右邊的電梯門 只能夠打開5到10公分 可以說是故障完全打不開 那裡面的乘客 趕緊是打電話報警 警方呢 一來到了現場呢 發現到門呢 持續的開開關關 但是軌道 似乎完全卡住打不開 擔心裡面 總共有5名的乘客呢 可能會太悶熱 第一時間呢 還搬來了水冷的循環扇 來幫電梯內保持通風 後來只等到消防隊呢 抵達 把整個門撐開 才救出裡面5名受困的旅客 沒有人受傷 他們總共在裡面呢 被困了大概40分鐘左右 他也表示 目前電梯故障的原因 還要進一步的來維修 釐清 但是如果民眾再次遇到 歷史情況的話 可以立刻打110來通報 就會有人立刻來協助處理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現場情況 時間鏡頭交還 棚內主播